在高雄还有屏东都有远警在执行的时候遭到撞伤 先来看的是在高雄 仗势驾驶一次是行警闪光红灯 号制路后没有停车再开 结果撞上了巡逻车 至于在屏东则是有远警弃毒 那么嫌犯在第一时间假装停车配合 突然之间加速逃逸 追不得过车当中警察被撞伤送离 远警前后包夹 男子看似配合却是假动作 已经停车就突然催油门 男子企图冲破防线逃逸 撞远警但自撞民宅外机车 当场被压制 男子是列管毒品人口 7号上午行机可疑 遭远警拦查进假衣配合又加速 远警后方追捕结果被撞 菜园的胸口不慎遭车辆撞击 右脚擦伤及胸部挫伤 受伤远警住院治疗 同样也是执勤 预状况 巡逻车行进入口过到一半 横向黑车突然冲过来 巡逻车被撞转上才停住 他的是闪红灯到入口要先停下来 遭撞的巡逻车 隶属高雄保大黎明中对 幸好车上三名远警 对方驾驶都没受伤 细看入口号制巡逻车闪黄灯 对方闪光红灯 疑似卫衣号制停车再开爆棚撞 行进闪光红灯入口出汗没停车 恐怕挨罚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 详细造则有待厘清 撞毁巡逻车也得付钱赔偿 记者徐轩荣苏世伟屏东高雄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